最终这名境外移住个案 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她是宜兰人 卫生局在第一时间 匡列了四名家人居家隔离 但是让外界担心的是 她是不是已经把病毒 带进社区了呢 对此卫生局回应 这名个案回到宜兰之后 她只有一个足迹 那就是来到住家附近的商店 当时有进行实联制 所以现在掌握相关的接触者 也已经完成疫调了 所以暂时没有传播的风险 入境后结束十四天 防疫旅馆隔离 这名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 返家后才因为喉咙痛 通报裁检确诊 外界担心病毒是否已经漏进社区 目前为止因为她回来的话 足迹非常少 只有一个是一个商店 都掌握到相关的人 卫生局表示 个案唯一足迹是住家附近的 一间商店 但个案停留时间短 加上商店老板裁检阴性 评估较无传播风险 因此不公布足迹 不过同住家人 包括妈妈妹妹和妹妹的小孩 还有一名在她从防疫旅馆 返回宜兰家中的亲戚 一共四人匡列为居家隔离 目前采检结果多为阴性 但个案CT值只有12 还是让人担心 是否有在台感染的可能性 并不是在宜兰这边 被传染到的 并不是 是 至于说之前呢 因为她之前都住在防疫旅馆 所以总共目前把判定 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卫生局强调个案入境后 是采取14加7的高规格检疫方案 逃在个案察觉症状后立刻通报 如今面对入境检疫再松绑 比方政府不敢调以清心 借理科研报导